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15% 心房扑动等 当时精神萎靡 咳嗽 大便一夜数十次 背部疼痛 不能按推 在医院抽出800毫升废机水 做了心脏电机 把心跳稳定到每分钟55到70次 10月份回到家后 我太太给我做原始点按推 2020年3月22日 停用一切心脏药 每天喝姜水 按推 走路和瑜伽各一小时 一直到今年7月5日 都挺好的 心脏跳动稳定 可能是我在6月到7月 吃了许多寒冷的食物 如黑木耳 海带 白木耳 今年7月5日 我又吃了金针菇 可能是金针菇导火线 7月6日凌晨 我突然觉得心脏扑扑地跳得非常快 我一凉 每分钟到140左右 白天和晚上 我太太给我按推 一天吃15克姜碗 热服前胸 后背红豆袋 按推后 心跳速度慢 到每分钟80到90左右 这是正常 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心跳又到了140左右 7月16日去看了心脏科医生 新功能降至25% 18日住进了医院 19日又做了第二次的心脏电击 19日出院 心跳恢复到正常 每分钟60到70左右 又开始按厨房吃西药 今天7月27日 我们去看医生 医生说我的心房扑动 将来有可能再回来 到每分钟100以上 由于这次住院前 体力较好 每天坚持走路瑜伽按推 只有一点胃部胀闷 精神状态好 医生说 这种没有严重症状的心率加快 新功能低下非常危险 因为自己不知道休息 会突然倒下 所以医生建议 最好做消融手术 这样就可以把我心脏里 多处的Tissue消除掉 心跳就会稳定 新功能可能会恢复到正常 但是医生说 这成功率只能到70%到80%左右 不是百分之百 请问原始点 是否可以治疗这种心房扑动 心房颤动 心功能低下 是否有这种案例 请张医师指导解答 非常感谢 好 从这个患者的提问来看 他一直在排回着原始点 跟西医两者之间的选择 西医的新功能 那个是数据 也就是异常指数 心脏衰竭病发腹水 我们说只要有腹水 那这个患者一般都是已经严重 热能不足 那我们都把它归到重病 那精神萎靡也是一样 就是体力很差 但是他最重要的还有一些症状 比如上背部咳嗽背痛 这就是很明显的 体伤 尤其痛多数咖住体伤 那大便一夜数次 这个也是热能不足跟体伤所致 因为重病不是不能按推 而是先要以外内热源为主 热源进去了之后 体力稍微恢复 就可以配合按推来解决一些症 尤其那个胸面痛 甚至咳嗽 甚至大便一夜数次 这个都可以配合按推来解决的 西医的治疗方法 重果解症 就开始抽出肺积水800毫升 那另外也做了重果解症 那他感觉心跳就比较恢复 那回来开始用原始点按推 也配合原始点的浆水 还有运动走入瑜伽 也停止需要 就从诊断来讲啊 西医说这个心力衰竭 然后又引发到腹水 这一句话是本身逻辑上就犯了很大的错误 因为心力衰竭是一个我们说的症状 然后跳得会很快速 如果从症状来讲就是心剂 心剂会并发腹水 那就是果生果 不可能的 心脏没有力量 也是因为体伤跟热能不足所致 它的因是这样 那腹水也是这样 所以在西医的诊断 因为所有检查出来的 通通是果 没有哪一项检查是疾病之因 那它的因是什么造成 心脏功能只有15% 那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腹水也是一样 心脏扑扑地跳 那个心剂也是一个症状 包括后面的精神萎靡咳嗽 大便一夜舒适 背痛不能按推 这些通通是由体伤跟热能不足所致 而不是说由心脏衰竭 然后引发一系列的病 那这个就完全是逻辑不通的 就果生果 所以我们很多人相信了科技 科技以为仪器是对的 是科技是进步的 但医学的观念 逻辑的观念 西医是有很多欠缺的 如果要找出果还不简单 你自己就知道了 心跳得那么厉害 然后精神也萎靡 你已经没有体力了 也就可能容易疲惫啊 那这个这样一看就符合 那什么时候会好 不可能好的 药一没有控制 他有一些症状 没有办法把他控制压抑下来 他又会复发 这样你就变成一辈子要吃药了 那吃到什么时候会好 不一定 就像西医后来跟他讲 虽然症状是被压抑控制下来了 但还是很危险的 可能要做手术啊 如果不做手术 他因为危险啊 可能会有危急生命 从这个西医的诊断 我们就已经可以分析到 他已经犯了一个果生果的问题 一些症状竟然可以生出很多症状来 父母是因嘛 兄弟姐妹都是果 而不能说老大会生出老二老三出来 那都是母亲的疾病之因的果啊 怎么会果跟果之间 有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 所以这一点 我认为西医是 基本上犯了根本上的逻辑错误 那导致他们也没有办法 找出疾病之因 所以就用果来控制 患者如果接触西医 也就是因应来医院 医院提供给你药你就吃药 医院提供你一些 就是比如说将来要手术 很多患者就接受 原始点是从因治病 那因是什么呢 因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体伤就是指 你组织器官运作失调嘛 才会产生这些症状 热能不足热能是什么 热能就是 能量推动组织器官正常运作的 我们称为热能 简单的讲 真正能治疗你这些疾病症状 不是外来的药物或手术 原始点强调的是你本身就有自愈力修复力 我们只是提供给身体一个对的方向 让身体恢复原来的运作功能 然后这些问题他就可以自己去解决了 当你停药的时候 然后你做瑜伽 然后还有走路 然后包括你太太按堆来解除体伤 还有用温敷 比如红豆袋温敷 还有全胸也温敷 这些为什么会改善 能改善的是你提供身体对的方法 让身体自己来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你一直控制的很好 你一直怀疑你是吃了很多寒凉食物 你的态度是对 因为原始点他就是强调 真正能治愈疾病的是你自己本身 那之所以会有疾病 就是你犯了很多错误的生活习惯 那既然你已经想到了 你很可能就是寒凉食物引起 那你就把这些寒凉食物改变一下方式 不是说不要吃 在煮的时候少加一点油 油是含的 那少油少糖少醋少盐 多加温热性调味料 比如姜辣椒花椒胡椒 甚至加里之类的 这样煮过之后 那个食物的药性 已经有两转温了 已经有两转温了 煮出来肯定不会寒 那这样你为什么还在担心呢 你说只要你太太帮你 因为给你吃姜丸 然后温敷前胸后背还有红豆袋 然后按推后心跳速度就反慢 因为你太太处理的就是用原始点 姜丸就是内热源 那温敷跟红豆袋就是外热源 按推也都做到 所以你心跳就会慢慢恢复 隔一天早上起来又心跳140下 那就是代表你怎么样 体伤跟热能不足又复发了 那这时候你继续按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症状不会一下子就完全停止 不能一下停止 你就是要不断反复按推跟温敷 那一段时间体力恢复了 而这些现象自然就完全痊愈 而这样的痊愈才是真正的根本治疗 所以当你去找西医的时候 你已经不相信你自己本来的治医力 西医不可能找出你疾病之因 它只能从影像看出你心脏的状态 还有数据看出你心脏的功能来推测 而这些都是果来推测果 果推测果 那个是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你自己心跳140下 难道你会不知道吗 你已经有心悸了 如果你很单纯的把它想 那我自己身体就有侦测功能 那西医只是再侦测一次 我自己身体的侦测有什么两样 没有啊 你心跳的那么快 就是心脏衰竭的现象啊 那不就是你自己已经知道了吗 那他只是在用检测的告诉你 你要的是这样吗 我在疾病以衰老 这里上一堂已经讲得很清楚 所有检查全部是果 不可能是阴 那他从果解症用西药来控制 让你恢复到停留 那如果没有西药 难道你相信你心跳 已经都跟正常的一样 六七十的吗 那如果是这样 你就应该停药了 这个病吃西药控制是不会好 所以西医才会进一步再要求你开刀 如果说他跟你讲很严重 那症状严不严重你自己最清楚啊 因为你一开始你就说很多症状 那这些症状真的是用西医控制好的吗 包括你说的背痛啊 腹水啊大便一夜数次 这些最后你的好 其实都是你身体自己修好 就是你有靠运动 瑜伽走路还有按推还有温敷 然后让身体自愈 如果没有这些 你看哪一个人是靠药物而控制 而真的这些症状人好 很难的 他只是暂时控制症状 不可能让你根治 那西医又进一步跟你讲 这么危险可能要做手术 开完刀真的心跳就完全恢复了吗 你真的误以为是这样吗 就像西医自己也没有信心 他说百分之七十八十 已经预留后路 他没办法跟你讲 我这手术一定是可以让你 而且一定是安全的 手术又会破坏身体 消耗热能 一看就知道还没有受其力 已经拿出身体的 谨慎的一点点筹码 再跟西医读 你不要问我 其实你心里冷静想一想 你愿意做这样的冒行吗 那现在从治疗的角度来看 你是要一路被药物控制 甚至要冒险再去手术呢 中间有什么三长两短都有可能的 你还要签死亡 愿意死亡的证明书啊 万一死了跟他们是无关 我请你三思吧 好 我就回答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